我有遇過一個國中生弟弟 來割包皮 然後那時候帶他進來的時候 其實都還滿鎮定的 然後他只問我說 麻醉是從點滴打嗎 我說沒有喔 是從 我想可能當時醫生 只跟他媽媽解釋 所以他不了解 然後他聽完這句話之後 就有點臉色慘白 然後當然就開始進行的時候 一打針下去 他當然就開始大哭 眼角就流淚大哭 然後我就一直安撫他 極盡所能的安撫他 然後打完局部麻醉 開始下刀之後 就有比較好一點 然後中間醫生幫他做電燒的時候 他聽到那個聲音滋滋作響 他就又害怕了 他又開始大哭 就崩潰大哭 我就問他說那你會不會痛 他都不講話 就一直在流淚 然後好不容易 都已經全部都做完了 要送他出去了之後 他就是已經分不清是淚水 還是汗水要送他 帶他出去的時候 醫生突然跟他講了一句說 你這個麻醉推了之後 對 然後他就真的 他在門口又有崩潰大哭 我心裡就想說 我問你拿壺不開聽拿壺 他都已經要出去了 你還要這樣子講 醫生幹嘛 這醫生很快聊天 你想到男生想到他別的地方 他被我們打針 你就會害怕了好不好 真的 就是一定要這樣子嗎 沒有別的方法嗎 因為我兩個男孩都沒有割 沒有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說 你像常常問我們說 包皮幾歲要割嗎 一出生 沒有 不是一出生 大概我們一般來講 除非是他就是包金得非常明顯 那是一回事 像一般的人的話 我們都會讓他 七 八歲 八十歲再來割 因為那時候他才能夠控制自己 對啊 你五 六歲來割 他都會亂動 怎麼割 你割得太多 他會彎 是 對 不能割太多彎 會 不能割太多 不能割太多 所以那個良人 你可少割 慢慢割 你會多聽一個 你會割起來 你一次割太多 他最後會變彎的 不會 那很好測量 不會割太多 住院有個病患 他是一個差不多七十歲的伯伯 他是因為那個膽道發炎 有膽結石 引起膽道發炎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在想說 會不會是膽管也有結石 幫他排一個核食共振 不曉得他有沒有做過核食共振 那個聲音是很大 很吵 很大聲 然後他做一個核食共振的時候 那時候他其實 因為感染的關係 他意識不是很清楚 常常在昏睡 所以他去推去做檢查的時候 他身上是睡著的 但是那些生命真相都還滿穩定的 就把婆婆搬到那個 核食共振的那個床上面 送到就 那他們趴跌下來 所以身上會把他綁起來 固定起來 對 然後那時候他是睡著 然後進去坐的時候 他不曉得是不是耳塞沒有塞緊 他坐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聽到那個大的聲音 轟轟轟轟轟 那個聲音很大聲 他可能突然他就醒過來了 結果他醒過來說 發現前面是白的 因為他在那個像山洞裡面 他那時候 他身體就想要動 完全不能動 然後發現一個很大的聲音 就這樣有40分鐘 大家在外面 不曉得他在裡面已經醒過來 其實他如果醒過來的話 有時候可以用對講機跟他講說 不用擔心 你在做檢查 所以裡面沒有攝影機 裡面後來有攝影機 可是他可以按 對 他那個時候 他其實他最後出來的時候 就是後來我們 就檢查整個做完之後 然後他整個再送出來 機器把它推出來之後 他的家屬過去 發現他真的是臉色鐵漆 天啊 因為你只要問他 他說 他以為他往生了 真的 那是真的 躺在那邊的時候他不敢動 他說他 我可能往生了 他以為是自己已經 他後來看到人才發現說 原來他是在做檢查 在想到是這樣子 我在就是整形外科 在做這個手的骨折手術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那個 有一個年輕 大概像大學生一樣的一個弟弟 然後他來就是他的手指頭 就是有骨折這樣子 然後有兩隻手指頭有骨折 所以他預計要打四根骨釘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在打那個骨釘 骨釘是一條長長的 像釘子一樣的東西 然後是用一個像電鑽一樣的手把 然後前面含住那個骨釘 然後這樣 滴滴的把骨釘 釘到你的手裡面去 那這個整個的過程 其實絕大多數的人都是 用局部麻醉的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蠻快的手術 大概在一個小時左右 是可以完成的 而且他是很局部的 那就有一個弟弟 他因為手部骨折嘛 然後就躺在手術台上也很無奈 然後我們就幫他打局部麻醉 打的時候其實是最痛的 打麻醉的時候其實是蠻痛的 但是他也都忍過去 那我們想說一個大男生 應該是蠻勇敢的 不錯 是條漢子 然後結果就開始 當我們就是開始 就是拿那個釘子 然後就是接近手 其實他的手就是很輕鬆放在那邊 那我們就拿釘子然後去接近手 然後開始按那個就是氣動的那個按鈕 然後這樣滴的時候 他的手就是用力的縮了一下 那個就是氣動的那個按鈕 然後這樣滴的時候 他的手就是用力的縮了一下 然後縮了一下 我就問他說 你是很痛嗎 然後他也不回答 然後我想說那應該是痛吧 然後我們就說 好 那我再幫你加一點麻藥 然後再幫他加了一些麻藥 然後也是在稍微等麻藥 大概作用個一分鐘左右 然後我就說好 要開始了 然後也是一樣一接近手 然後那個氣動的 然後一按下去這樣滴 然後他手又縮了一下 然後我就說你是痛嗎 然後他也不太回答 然後我就想說那可能就是痛吧 我就說好吧 那我們再稍微再加一點麻藥這樣子 然後來回兩三次 加到全身了我看 已經加到 我最後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你的體重 這樣麻藥已經要過量了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樣 可不可以認認真真的 就是放輕鬆 讓我們做好這樣子 後來他才說 他其實根本一點都不痛 他只是那個 只要是那個氣動的聲音 一按下去這樣滴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 他就沒有辦法忍受 然後後來還是用力的 找一個護理師 然後抓著手 然後我們再拍一個 年輕的護理師 去跟他聊聊天 然後 人力啊 要出來 要出來 對 荷爾蒙 對 平常在學校 哭得怎麼樣 平常都打什麼電動 有沒有交女朋友 然後長得很開心 然後我就趕快這樣 鑽鑽鑽鑽鑽 趕快把那個手指頭 給那個骨折 給他固定 要讓護身要這樣跟他聊 對 沒有這樣 說不 有什麼事的電動嗎 對 其實是滿 那是好辛苦 真的 對 是滿恐怖的 然後另外是一個 我在骨科那時候 還是實習醫師的時候 所以我們會到骨科去 進行實習 然後那時候我就記得 有一個小孩子 大概才八 九歲左右吧 然後他因為他的大腿 那個地方骨折 那骨折 骨科醫師就幫他 打了一個厚厚的石膏這樣子 但是那個石膏是 有的石膏是打一半的 但是他那個石膏 是打一整圈的 所以他那個 一整圈的石膏 如果你要把它 就是弄開來的話 唯一的方法就是 拿它 自自地把它鋸開這樣子 因為那個不會去切皮膚 所以也不會有任何的 麻醉或什麼的 我是記得那個 骨科的遺食 就跟那個小朋友說 你相信叔叔嗎 然後呢 那個小朋友就說 我不相信 不敢說 不敢回答 然後呢 骨科的那個醫師 又問媽媽說 你相信我嗎 這樣子 然後呢 媽媽就說相信 然後呢 好 媽媽相信嘛 小朋友沒有辦法回答嘛 然後呢 就只好把小朋友 壓在床上這樣子 然後就拿那個句子這樣 嘶 結果你知道小朋友 突然間就是歇斯底里大叫 然後但是因為他大叫也沒有用 因為無論如何橫竖 就是要把那個東西給剖開這樣子 最後又出動護理師啊 然後我們實習醫師也在那邊抓啊 然後媽媽也在那邊抓啊 然後小朋友這樣又哭又吼 又哭又吼 然後電鑽這樣 電鋸一直這樣子 這樣子 把那個最後啪的一聲 然後終於打開了 終於就是現場所有人就是 開手 對 一陣歡喜這樣子 終於結束了這個很恐怖的過程 其實我們醫生有時候要進入一個房間的時候 你可能不是很清楚他進 就是進行到什麼樣的階段 然後進去可能有時候會講一些話 就是不太合時宜這樣 那有一天就是我們要幫病人準備 動致床手術 那那個他的擺位是說他要這樣趴在床上 然後屁股敲膏 然後屁股的話要用那個膠帶把 往兩邊貼吧 貼開 把它撐出來 我們把它就是準備好之後 其實病人是要舉部麻醉 所以他是醒的 但是這個動作應該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害羞 然後我們準備好了 有個選朋友突然走進來 害到病人是舉部麻醉 他說 不要瘦 就是我看過最大的姿勢 然後其實病人也 就覺得非常不好意思 但是還不敢講什麼 那我們就發現說 他整個臉都是紅的 然後搞不好還有流一兩滴淚水這樣子 那妳怎麼去提示他說 他 大家就一陣子 死眼色給大家不要再講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其實我看過最大的 但是最漂亮的 好圓 可以 長得再轉啊 心情好一點 現在醫學越來越進步了 這網路呢 資訊也越來越發展 其實很多對於治療的恐懼 都是自己來嚇自己 千萬不要因為未知的恐懼 而耽誤自己的治療 謝謝大家 現代人長時間用眼過度 經常眼睛會不舒服 就會點一些藥水來消除疲勞 可是每次點完藥水之後 就會覺得喉嚨苦苦的不太舒服 這是因為藥水會經由眼頭的淚孔 進入鼻類管之後 通過鼻腔再流到喉嚨 所以會覺得喉嚨有點苦苦的味道 在這邊提醒大家 正確的點藥方式 應該是用手輕拉下眼皮後 將藥水點在下睫膜的位置 點完以後輕輕閉上眼睛 可以再用指腹按壓眼頭這邊淚點的位置 這樣子不但可以增加藥水的吸收 同時也可以減少藥水產生的苦澀感 國語所說的牽甲 就是台語所說的蕩嘎 要治療蕩嘎必須要剪對指甲 指甲如果太長容易造成凹折分叉 如果太短容易造成甲床分離以及甲勾炎 剪指甲的訣竅在於把指甲剪成方形 並且在遠端的角剪成弧形 那必須要用錯刀再把甲圓磨盾 如果有輕度的蕩嘎 可以用指甲的矯正器治療三到四個月 但是如果有重度的蕩嘎的話 可能會合併黴菌的感染 必須要腳剪行外科醫師治療喔 卻裁判了 卻髮刺 卻沒有用 卻沒有力